首先呢 各位你可以看到他這裡有這些說明 頁面 他這邊把這個地方稱作頁面管理 反正你就知道是時代的概念就好了 好 那播放控制區 右手邊就是我們主要會用到的 所以老師要站左邊 OK 好 那你看一下 他一進來有沒有開門見三就告訴你 阿里邊有多幾個範圍 下面有很多 有沒有 你就找找看 找找看 有沒有你喜歡的 有沒有要做履歷的 要做問答的 都有 那你在往下 他還有一些是屬於資料夾式的喔 有沒有看到有一些資料夾式的 就表示說你可能比較小的 小的其他的東西 比如說你要Christmas的也有 阿這個教育訓練的也有 那我建議各位 你點了 先不用馬上做 因為你根本就不知道裡面是什麼動畫 對不對 所以第一件事情就是要預覽 好 就是要預覽 所以你可以來這邊按下預覽 他會另開視窗 給你看一下說 你現在用的這個到底是什麼樣的內容 你看我把它Play一下 接下來應該你就知道怎麼做了吧 對不對 如果你覺得這個滿意 當然你就繼續可以看一下 有沒有 第二頁 第三頁 第四頁 好 那稍微留意一下 我們這邊 我剛剛是特別用所謂的預覽 對不對 它會另開視窗 如果你只用這個Play 它只Play誰 只Play你現在這個Slide 這個頁面 這樣了解的 好 因為畢竟它是雲端的 所以它Play不會說 就像剛剛全部都播 好 那當然這些內容 你有需要 有的不需要 你就可以自己選擇 要不要把它刪掉 好 像這樣子 那不滿意的你就再找 再找看看哪一個你覺得比較喜歡的 就點一下就好了 各位 各位 接下來的事情 你應該會PowerPoint上升吧 好 所以呢 你先找看看哪一個你比較喜歡 好 那找到比較喜歡的之後呢 假設你現在真的要認真開始做了 實話的分析 各位應該都看過吧 有 這個時候你要認真做的時候 請不要忘記 時間主要打開 因為只有打開了 你才可以編輯裡面這些元件 好 才可以編輯這些元件 那我們可以稍微移動一下 看一下這裡 你如果在這邊 你不知道它是怎麼樣 你可以先Play看看 有沒有 它就先播給你看 好 那這個假設不夠大 你可以稍微拉高一點 有沒有 你可以拉高 你可以看到 喔 原來它還有 下面還有 下面還有 那我們每一個 每一個都是一個圖層 不過呢 有些圖層它會這樣子 它會鎖頭會鎖起來 代表你就不能編輯啦 所以如果你有看到它鎖起來 就麻煩你自己要解鎖 好 解鎖一下 我們今天是沒有叫開鎖的功能啦 因為我們今天不是上那個鎖匠的課嘛 但是這裡編輯你要會用 所以你點到它 點過去 時間軸 這裡有一顆 有沒有 好 這裡有一顆 你點一下 哇 現在有點慢 哈哈哈 點過來 等一下沒關係 就是你用一下 那如果你的動畫比較長的話 你可以看一下我們左下角這裡 有沒有發現有一個這個東西 這個就是用來縮放我們的時間軸 好 縮放我們的時間軸 所以呢 如果你的時間軸 我要怎麼樣 縮小一點 有沒有這樣看得比較 概觀 等到你要比較細的編輯 先把它放大一點 好 把它放大一點 那上面這裡呢 你現在看到這裡 你會發現 喔 原來我這個時代幾秒鐘 15秒鐘 這樣清楚了 所以基本的這個編輯你可以像這樣 那點到它 如果你要編輯它 像這裡 欸 你不用出現那麼多 你就可以讓它縮短一點 縮短一點 這樣的話呢 就OK 這樣有沒有了解 很簡單喔 所以最重要的 先把你的範本先選好 好不好 挑好一個範本之後 你就成功一半了 因為你就可以準備用改的方式 好